世上所有的好运都是你累积的善良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有些人明明很努力 可还是赚不到什么钱 好不容易赚了些辛苦钱 却怎么也留不住 可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 赚钱仿佛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除了运气好 家境好 最主要是后者养成了一种吸金体质 一 养成能力 美国计算机专家德雷福斯兄弟俩 曾提出过一个德雷福斯模型 人们对一项专业技能的熟练程度 可以分为新手 高级新手 胜任者 精通者和专家 相应的随着技能的不断提升 你的收入也会水涨船高 作家古典在书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教育背景 家庭背景相似的A和B 毕业后同时进入一家知名企业 他们在赚到钱以后 分别做了不同的选择 B继续埋头工作 持续赚钱 但吝啬于花钱投资自己 成长也比较缓慢 B不仅报了技能相关的培训班 每天还买来各种专业书籍 见缝插针的学习 很快 B的能力就凸显出来 在公司可以独当一面 短短五年时间 B就被破格提拔为经理 年薪七十万 并且拥有股票分红 而依然是个基层员工 你看教育 家庭背景都相同的两个人 最后拉开他们差距的 是专业能力 能力越强 收入越高 这是社会共识 也是非常朴素的道理 于敏洪曾说 很多人一辈子有两个追求 一个是有钱 一个是值钱 有钱的不一定值钱 但值钱的一定会有钱 物以稀为贵 人以财出众 当你深耕技能 能产生高价值时 财富便会不请自来 二 提高认知 财富永远都会流向 匹配他的人 赚钱是认知变现 亏钱是认识缺陷 李军在演讲中 分享过他的成长经历 他曾在金山耗费 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研发出一款新的 办公软件盘股 结果盘股销量惨不忍睹 导致公司收入瑞减 连员工工资都成了问题 反倒是没啥技术 含量的电脑入门 在没有广告推广的情况下 成了大爆款 这次惨痛经历 让雷军有了认知上的 第一次升级 做产品 一定要做用户需要的 带着这样的认知 他随后又推出多个爆款 赚到了钱 让金山起死回胜 雷军曾经有一个 无比坚定的信念 只要足够勤奋 就可以功成名就 所以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被称为中关村老母 可他的勤奋并没有换来 相应的回报 比他大五岁的张朝阳 晚出道的马云 远远将他甩在身后 他痛定思痛 深刻的认识到 他不是输在了勤奋上 而是输在了战略上 别人做互联网时 他在做软件 结果软件也衰落了 他也错过了 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时间 闭关思考半年后 雷军迎来了 认知上的第二次升级 他总结为四个字 顺势而为 后来雷军抓住机遇 成立小米 专注做手机 将公司市值 做到了上百亿美元 人的双手只能握住 认知中的财富 我们的认知边界 就是财富的边界 现在这个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比拼 不再是努力程度的较量 更多的是对事情的理解 和对行业的洞察 当你有足够的洞察力 比别人更能洞悉本质 自然会比别人更有竞争力 散 建立格局 有人问收藏家马威都 搞收藏的人有的是 为什么你的机会比别人都多 他回答说 你让人家有钱赚 人家给你一条道 你这回让商家多赚点 下次人家有好东西了 还想着你 这就有了进货的地儿 如果你只顾自己划算 一毛不让人家多赚 这条路不就断了吗 想想的确如此 凡是资助必较的人 注定赚不到大钱 美国福特公司创始人 亨利福特就是一个大格局的人 因为制造业工作本身就很劳累 再加上工作时间长 很多员工身体都吃不消 福特知道后 决定缩短工作时长 让员工每天只工作八小时 工作时间缩短 意味着收入就会锐减 于是福特又破例给工人 每天发五美元的高兴 在当时那个年代 福特的大格局 让所有人都为之以振 开出高薪后 员工更加卖力工作 公司盈利暴涨 让福特赚到了更多钱 无独有偶 美国西雅图有位叫Dampress的老板 了解到员工日子过得很拮据 下班后还要打第二份工补贴家用 他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 把所有员工的最低年薪提高到7万美元 自己的年薪从110万美元降到7万美元 六年后 这家公司的收入翻了三倍 员工人数增长了70% 客户数量翻倍 于丹说过 成功的关键 在于自己给自己建立的生命格局 一个人未来的财富 就藏在他的格局里 死 修养人品 在我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一个小镇上 有位年迈的鞋匠决定将自己的本领 传给两个徒弟 俩人在学艺成功后 准备去外面独自闯荡 临走前 老鞋匠叮嘱他们说 千万记着要想赚钱 补鞋底就只能用四颗钉子 两个徒弟离开老鞋匠 分别开了一家休息铺 开始生意都差不多 在休息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 用四颗钉子是能补好鞋底 但不耐用 客人要来第二次 才能将鞋底完全补好 只要多钉一颗钉子 就可以完全将鞋子补好 不过成本要增加一较钱 第一个鞋匠 为了赚双倍的休息钱 依旧按照老鞋匠教的办法补鞋 第二个鞋匠 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 他决定加上那颗钉子 按理说 第一个鞋匠应该赚得盆满钵满才对 可一段时间后 所有客人都涌向了第二个休息铺 第一个鞋匠生意冷清 最后只能倒闭关店 都是同一个师傅交出来的徒弟 两个鞋匠之间差的不是能力 而是人品 美国管理学大师 是地分科威说 如果一个人工作不顺利 前途不光明 那一定是人品不够好 好人品是一个人最好的通行证 把人品经营好了 就是在赚钱 正如有句话所说的那样 世上所有的惊喜和好运 都是你累积的人品和善良 企业培训师刘峰说 人在财富面前有两重境界 第一个境界 需要财富就去拼命挣钱 用生命能量交换财富 第二个境界 它能够吸引财富 用一些方法或智慧 让财富向自己靠拢 人生漫长 别急着赚小钱 先养好自己的吸金体质 财富自然就聚来了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勉